CERB结束后 渥太华的计划是用就业保险EI将取而代之 如果不符合EI资格者 则在CRB计划下可获得资助 有专家估计有约200万人受贿 原本特鲁多政府宣布符合资格者 每周可领400元的CRB 但在新民主党争取下 这一数额确定提高到500元 也就是每个月2000元 与之前的CERB一样 加拿大替代政策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 麦克纳唐指出 这变化看似很小 但实际上有200万人从中收益 不过他表示 相比于CERB CRB仍然可能会使超过100万人的生活 变得更加糟糕 那些工时减少的兼职工 和在失业期赚了点外快的人 可能由于总收入已经超过3.8万元 不能获得资助 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 从10月11号起 任何处在CERB申领期的人 都可以有资格领到第一份EI付款 也就是CRB 预计将有超过80%符合资格的国民 会在10月14号收到款项 自3月份起 有资格获得EI的门槛 已降至120个小时 沃泰华称 通过加拿大服务局申请 收到CERB并符合EI资格的任何人 都会自动转换为EI系统 若是通过加拿大税务局CRA申请 并收到CERB的人 如果符合条件 则需要重新申请EI 至于持有临时社会保险号码的人 以及通过服务局获得福利的自雇工人 都需要重新申请EI 住在亚省爱明顿的维比和妻子 在疫情期间都失去工作 失去两人共6000元的收入 她说自己可以顺利继续领CRB 但妻子可能没有资格 而他们每个月租金1575元 还有超过500元的医疗费 她知道政府也处在财务困境中 但她说当政府要理解民众的艰难时 恐怕都只是隔层杀 只有真正体验过这种生活困境 才知道什么叫做艰难 感谢观看